好,準備開始 各位好,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們的團隊叫做綠架架 主要處理氣候變現相關的議題 在2020年全球進入氣候緊急狀況 我們希望對這件事情有所回應 這幾年很常聽到一個詞叫數位原聲 但是我們在想說全球氣候變現這麼嚴重 有沒有可能提出一個新的詞叫綠色的原聲 從更年輕一代我們更開始來重視環保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全球一個最近滿夯的意義 就是有一個小女孩她提出來這個 開始舉辦這個Fridays for Future的活動 就是有點開妹的那種抗爭 那我有朋友在德國她去她發現60%幾個 這些都是高中生以下的人去參加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反觀台灣我們台灣綠色面積 其實幾度的不足 因為德國建議是20平方公尺 那我們台北市民享有的綠化面積只有5.16 那我們接近對岸其實在整個沿海 或者是城市的綠化也開始積極的在留守作為 那我們接近他國的話 新加坡是一個很好值得學習的一個國家 那為什麼呢 他們在今年的時候甚至提出了2030年的綠色發展藍圖 那在企業裡面也提出了永續發展計畫 甚至5個政府部門一起來聯合主導這件事情 那其中一個就是綠色建築標準 那他們自律在2030年將泰白方減少2% 讓至少20%的學校成為碳中和的建築物 那在接近他國 德國的話是GDP約我國的9.5倍 人口均至我國的2倍 那他們也很積極的在做綠色環境的這些議題 包括2020年減少40% 相比於1990年 然後廢除和任不斷的修正氣候行動的法案 有一個觀念我是最近才知道 叫做能源平庫 就是登國的建築比較屬於在溫暖氣候 它有一個隔熱乘坐的時候 新舊建築可以落差到50%的燃耗 那政府也會去付費去了解平庫的使用習慣 那包括教育的推廣跟設備的更換之後 實際計算之後竟然可以在兩年之內就可以回本 那2008年到2019年 他們協助了34萬個家庭 一年你可以省電費150歐元 光德德國柏林就省了1600萬歐元的水電費 那甚至在德國在海協會的首頁 有一項就是德國及歐盟的能源政策 表示他們真的非常在意 那我們附近的韓國也是有一個Green Ring Deal 他們未來建立碳稅 那也是在COVID-19之後希望用綠色的科技 再創造新的一波酒驗 那我們想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這個團隊主要在設計的是Green Wall綠牆 那為什麼我們想要從這個產品切入這個議題 就是因為我們觀察到沒有其他的副層材料 能夠同時符合以下的趨勢 比如說去除空污 降低城市溫度 你的室內使用的幸福感 跟社會企業責任跟綠建築認證等等 那我們實際找了很多paper 它其實大概可以降低 種植物在綠色牆面大概可以降低 四分之三到三分之一左右 包括全覆蓋的時候或是半覆蓋的時候 那台北還有全台灣其實未來有很多老物更新的機會 我們覺得甚至可以從綠牆的方式去做一個推廣 所以今天有機會可以跟鄭偉一起分享這件事情 那綠牆的優勢我們簡單找了幾個 從室外面來看 說的就是綠牆幫助他們降低環境的這個有害的物質 提供更清潔的空氣 那整個街道也會因此有更好的空氣 那這個是實際上一些paper做的降低PM2.5PM10的一個效果 那這張圖更是經典 就是左邊的那道牆是28.4度C 是沒有綠牆的 右邊是有綠牆的 變成22度C 整體差了6度左右 這是因為植物外外面有增扇作用 可以很快的降低 那我們同時也可以增加程式的生物多樣性 有些甚至可以改變工作環境的氛圍 舉例來講很多環保企業 企業開始重視企業形象 也開始建設綠牆 那台灣這幾年其實也很早就跟進了 就是綠色建築標商的這件事情 從美國中國台灣都持續在做 那我們發現說生命週期60年 它的日常營運的耗能竟然是佔了61.2% 等於說它限制的碳排量 遠小於它維護的碳排量 所以這個是整體台灣 可能在每年可節省電 17億度 省水率8000萬度 締造超過67億元的經濟效率 就是在不斷推廣綠線主標商的一個效率 那在室內的優勢上面呢 可以提供員工一個很棒的工作環境 更好的空氣 去除空氣當中的VOC 二氧化碳 升學效果 建築整合 去除毒素平溫濕度等等 健康福祉 生產力以及創造力 那這些就是我們查到一些相關的paper的發表 那生產力的方面也可以有所提升 還有藝術相關的 這都是室內的部分 那滿意度 工作人員的流用 那在國際趨勢上面呢 Apple 承諾在2030年對供應鏈和產品實踐百分之百的碳中和 這是我們覺得未來的綠牆可以跟企業有所結合的機會 包括說 還有現在有提出的ESG風險總評分這項指標 也非常重視環境 社會跟公司治理 三件事情 都是在意 那 找了一些 新聞報導 就是台灣其實積極的也在做這件事情 那包括說攜手幾家大廠 然後做智慧節能 那 現在其實農業也不斷的在做這些AIOT等等整個工業區的綠煤化 那 右手邊是台灣整個智慧標章的累積的一個案件數這樣子 這是前陣子我們看到說台北也積極在推智慧城市 在想說未來有沒有機會把綠牆整合進去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這麼好 可是卻沒有大量的在全球發生 我們發現了幾個迷失跟套 第一個是綠牆建置成本有一個思考的盲點 第一個是沒有將整體循環收集的費用計算清楚 這是義大利的研究就是 你蓋這個直升牆竟然需要47年的回本期 那我覺得台灣有機會在自動化跟科技整合上去降低這個回收的時間 那比如說如果降低維護成本 廢棄物的處理 你從設計的時候就納入你這個綠牆未來丟棄的時候 怎麼樣納入選擇綠建築的循環境界 我們是覺得應該從這樣子去思考 那第二個就是缺乏科技整合 台中跟新加坡的這個天空樹 其實都是付出了高額的維護管理經費 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找到的資料就是 晴美那個綠牆 每平方公尺的單位價格是4萬到4萬左右 那層上它的總規模 其實有8000多萬這麼這麼貴的建置費用 還不包含維護費用 那這個是國外的案例 國外的案例還是用一個系統化的 但是它的維護也相對困難 所以上一頁這張建築 它頂多做到4層左右 去做一個降低維護成本的一個高度受限的關係 那這個是它詳細的一些施工方式 那我們團隊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將數位原生結合綠色原生的概念 我們想要做的是科技的綠牆 那我們認為綠建築加科技整合 甚至結合生物科技是整個未來的趨勢 那我們綠加加是幾個開科大同學成立的團隊 那我們主要從分析數據效能跟美學 希望成為建築產業的數位轉型的推手 這是我們之前國內外的一些比賽的成績 包括任性城市在新加坡比的一個國際學生競賽 全球仿生競賽 然後還有前陣子參加的這個內政部舉辦的 智慧化居住空間創業競賽 學生組的金獎 那我個人是有那個美國綠建築跟德國綠建築的這個認證的通過 然後專業分析上我們開始切網 數位線模跟能源分析這一塊是我們團隊具備的能力 那過程當中也有專業的影像團隊協助我們記錄這件事情 希望未來可以做推廣 那我們在想說科技綠牆只是把AIoT整合傳統的綠牆嗎 這樣子好像還不夠 就我們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是直辯的一步 就是讓過去被動的遮陽變成主動的產生能源 那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我們發現藻類是一個很有潛力的事情 那國外英國有一個比賽 其實已經有人用藻類去設計整個建築物的地面 但是他還沒有持續的到整個食物界當中 他包括說整個這個Big Community的所有的外牆 很多都是用藻類去做發電 那他整個中水的系統 灰水的系統 他甚至覺得這些生殖能 可以取代未來石化能源 供應整個社區的一個能源 那他換算之後發現 100個Unit Building 100個單元的建築 可以省500千瓦的能源 跟9700公升的每一天 那反觀 德國其實已經有一個實際用藻類出來的案例 但他的費用其實相對的高昂 但是這算是一個Prototype 所以他每年可以節省1000歐元左右的電費 那這個人前陣子有來台灣 2018年的時候 他說台灣有非常適合藻類生長的環境 甚至台灣還有拿綠藻來吃的這樣子的經濟潛力 這是他整個系統 這邊先技術面先不追溯 那他可以有機會成為整個建築物的一個能量循環的一個部分 那AIoT結合綠藻這樣子 那這是國外看到的一個綠藻養殖的技術 其實已經相對的 也是不斷的在發展 但是好像還沒有很大的安逸是利用在建築地面上 這個是我們之前比賽的一個影片 我想說等一下有時間再回來看好了 我們主要設計的 等一下那個device可以呈現 就是AI可以主動追蹤太陽軌跡 然後學習他的整個維護行為的模組 那未來整個營運成本可以下降更多 因為找類似一個封閉系統 這個是一個我們之前做的很簡單的demo 就是我們的device可以跟著太陽去做一個自動的遮蔽 甚至在使用者 你也可以用你的APP去監控水質 跟他旋轉的角度 創造一個人際互動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整個比賽做下來 我們發現遮陽比率真的可以到62% 就是他主動旋轉遮陽 最高到62% 那最低你可以控制到40%左右 那可以降低五分貝的造力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Prototype 其實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只是光線去照它 它會去主動的追蹤它 那當我手發光線遮擋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停止 那它再回去的時候就會繼續旋轉 那我們這個東西就是想要結合低科技的技術 跟高科技的技術同時在這個系統裡面 那回饋到形象 系列可以做形象翻轉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回饋給使用者 找到高效的技能 我們商業模式是希望說 未來我們可以幫助企業降低營運成本 那企業也可以回饋 從APP的使用回饋我們的數據 那我們這個系統如果有專利授權 可以也授權給同業 讓整個綠色的數位轉型可以通過發展 那這件事情聽起來其實有點難度 那我們找到一個切入點就是 如果可以結合現有社區的管理費 有沒有未來訂閱制的可能 就我們幫它建置 然後它用一個每月的這個原本的管理費的租金 我們持續幫它進行永續的維護 我們發現可以從整個管理費的弱電系統 或是原本機電設備的照明費用 撥出局部來給我們使用就可以 那這些是告訴我們說 台灣其實對綠牆的這個同意 包括說想要建置綠牆 然後他們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核種率負率狀況 他們最可以接受是遮蔽25% 雖然這件事情有待繼續探討 但是整體來說大家是對綠牆的可接受度是高的 那我們發展想說有一個循環經濟的模式 訂閱的住戶 我們提高它的使用者體驗 每月管理費抽成 再投入我們AI技術研發 取得更多客戶 我們取得關鍵藻類的維護數據 這樣子可以形成一個循環經濟的模式 那國外其實也很多產品用在循環經濟的模式上面 包括可按時使用量收費 創造更持久的現金流量 合約主要價值的驅動因素 然後雙方縮短緩本期提高融資能力 然後舉一個三領電梯的例子 原本電梯可能建置然後都不維護 然後我壞了又花一大筆錢 所以有三個很高的高空 那現在呢它PAAS PAAS模式就是定期的付租金我幫你維護 那整體運算下來發現故障率減低63% 減修率降低80% 可運作時速提高一點點差 那我覺得這個是未來我們可以效法的一個運作模式 那我們目前有找到一些合作廠商 是原本在做建築15年的環博實業公司 然後我們自動化機械的這個合作夥伴 是盛俊自動化機械公司 然後還有我們現在在場這個大象科技 未來可以幫助我們跟使用者做個更好的 更友善的使用者介面的合作跟數據的統計 那這個是我們預計未來可以在台南已經取得 那個聖族公司有一面牆壁可以讓我們見直 那今天也有邀請到蔡宏林老師 在我們專利跟相關的法律上面可以給予我們協助 那還有我們周立經研究員在藻類的一些技術 跟中研院的老師 那周先生呢 他是藻類的專家 臺灣原生種提供人類實用等等 升聚經濟價值 那老師也非常多的研究的計畫 智慧財產的燃料電池專利的研究 那最後最後 今天主要來的是未來發展規劃 我們有一個期待就是 如果我們從綠色校園計畫開始 慢慢推到產業在社區到可能的基礎建設 那我們現在能做的是 有沒有機會我們從學校開始做起 做一個綠色校園的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公館的地圖 其實這裡有臺灣大學 那個民族國中公館國小 所以它是一個全齡的一個學區 所以有沒有機會我們從大學生一起走進小學 一起來帶動這個綠牆設計跟研究的一個可能性 做我們一開始想做的綠色原生加數位原生 那這個是臺灣彗星大學在基隆路旁邊的一個我們的研究大导 其實噪音非常多非常大 我們希望說有沒有機會從這邊想做起 然後這個是方蘭路幹部 那我們希望2020是打創業比賽 2020年我們找合作五班 希望未來可以做更多的實戰擴展 那我認為臺灣從過去電子業代工道輸出 未來有沒有可能變氣候變遷 數位轉型的綠色技術輸出到其他國家 那有沒有機會結合新南向政策等等 去發展綠色的可能性 那最後回到這張呢 就是Friday for Future 未來綠色的意思能不能在年輕時代雜根 是我們期待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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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補充對這個檢訪 要適合其他同學 老師又沒有要 謝謝 那唐仲偉您好 我們這個團隊基本上從學校開始 那其實就不只是這個議題 從早期我跟這個博士的接觸 那知道說我們同學是在慢慢努力 從這個建築的應用 然後把我們AIoT的技術給導入 那我想做一個不一定是符合潮流 但是就是協助到當這個譬如養殖業 他一開始的提供讓我們知道是養殖業 然後要去協助他 那是真的幫助到人家 那這個綠牆呢 其實就是以這個職場或甚至建築物本身 所以它的利績其實都是以這個人類 人們的需求為主是比較名聲類的 所以雖然我們感覺起來比較沒有那麼高科技 可是實際上我想我們運作的思維都是比較以民生需求 那當然在這個架構底下 我們有實務的這個執行能力 那反而就會是在這個架構底下 我們有希望看看能不能結合我們國家的政策 或是地方政府的政策 那學校可能在這個有限的範圍 也適合在這個機動路本身 車流量非常大 所以我們都已經極力跟學校爭取 那當然啦 學校也是因為也是有在鼓勵 那畢竟在資源上面我們還是在努力當中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的補充 謝謝 不是符合潮流 那就是帶領潮流 不是更好嗎 對啦 沒錯 OK 那個簡報上面 我覺得這簡報做得很好 配色什麼字體都很棒 那有一些概念 尤其之後你一定會去跟公部門的官員簡報嘛 那有幾個字可能還是改一下 好比像說你們用原生代用的是Aborigine 但是那個其實是土著 或者是就是我們以前說什麼山地同胞之類 現在都不用這些字嘛 都用原住民族嘛 那連我們圓民會都改名了 從Aborigine變成Indigenous 那所以我一開始一看就以為說 你們真的有一些原住民族相關的 但其實完全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用比較通用的字 Digital Native 或者Green Native 或者Green by Default 那這都比較能夠準確的傳達你們的訊息 因為就是原住民族 他們當然自己對於永續有很多的想法 但因為你們並沒有真的原用那些想法 所以就會變成挪用 還是一個措詞 對 那當然一些措詞其實你Present的時候自己有看到嗎 能厚能耗啊 現在像政策啊 那個改一下就好了 然後Capillary Break 好像是隔層嘛 不是斷裂 對 或是一個組絕層啦 絕緣層之類的 所以一些翻譯可能稍微商榷一下 然後一些技術性問題 因為你有引那個環資的一篇文章 那一篇其實我之前有看過 然後它裡面也有說 好比像說太開集團 之前曾經想要自己內部研發這項技術 但他們發現台灣做的玻璃 對 它要嘛是太厚 要嘛是太貴 對 對 那所以這個是一陣子以前 2018年了 所以你們的這個夥伴 彭博也好 聖主也好 是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嗎 還是怎麼樣 應該說我們有找類合作的 想說未來如果有一些經費的研發 我們目前還要解決這個問題 對 那如果透過鍍膜等等 或許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是雜錢就可以解決的 你覺得 我認為是 對 那因為解決了它就是類似材料科學 所以你如果做出來的話 那理論上以後隨時時間只會 它會成本減低 這不是說台灣這邊受限於什麼 專利屏障什麼東西 我們不可能來自己做 對吧 所以我們不是說只能海運 玻璃過來 所以這個是還沒有解決 但是如果未來量大 你覺得就是有解決的可能性 是的 OK 然後我不是很確定你最後有一張 講那個UX 就是使用者體驗勝出的那一部分 到底在講什麼 就是說 這個部分 對 Social CRM 就這個我其實沒有看懂 就是我們早在未來使用者 可以用APP跟這個外牆做互動 那在這個互動上面有沒有一些可能性 比如說它可以結合一些生活的提醒 OK 那這些數據有沒有 當然我知道 資料收集有很嚴謹的這個規範 對 但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通常我們在講這個時候 講的是一個場景 對 就是說 好比上說舉例來講 像紐西蘭 因為我們講到原住民 他們把一個國家公園也好 一條河也好 給他在董事會的一個席位 他如果受到傷害的話 他可以提出告訴 如果跟他的利益有關的話 這條河可以告你 等等 那這個就是叫natural personhood 那他後面當然是用這類的AIoT的科技 那原住民族跟政府各派一個代言人等等 但是我一開始講這個說 這條河受到威脅 他可以投票反對你之類的 這就是一個場景 那如果沒有這個場景的話 其實我不確定你說會 因為我這邊看到的是說 這個人工人工人找尋平衡 創新跟新創保持真誠 可是那個是一個態度嘛 那那個場景 就是你 我覺得這一頁 如果你沒有一個場景的話 還寧可不要放 因為我現在看這個 它是一個dashboard 但是這個dashboard 我跟妳剛剛講到的 藻類跟人或環境的關係 其實一點關係沒有 因為它已經不是time series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在講什麼 OK 請說 委員你好 我叫Posh 你好 我是大象科技的朋友 對我知道 所以 那位是Andy 對 所以場景可能要你們講 對 他是我們公司的企業的顧問 他在藥廠 他現在MCE 然後在新加州做智慧城市 是 對 其實我們在跟弘毅學長 在討論的過程中 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在做的是Social CRM 也就是幫助品牌和顧客建立關係 那我們的切入點是說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 這樣子的綠化的專案 都是top down 從政府的方式 對啦 但是有沒有機會是能夠 從商業 也就是說從個體 嗯 小單元的開始 對啊 那如果要從小單元的開始的話 這個品牌要如何和顧客建立關係 他們在於什麼 那其實我們是能夠 情況有很好的過程環道 但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通常講Social object 就是說你在網路上分享說 我今天踩了一小時的腳踏車 燒了幾百大卡 這是一種嘛 那就是他把我自己的一個行動 變成大家可以討論的一個東西 這是通常Social CRM 在講的事情 但是跟一個垂直的生長的藻類 我到底今天有什麼事情可以分享 這是我剛剛沒有想通的地方 所以你們一定已經想過了 所以可不可以這方面再想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你們的想法 證文先報告一下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也有接觸 華碩雲端的公司 那他其實設定了一些指標 因為畢竟這種消費性電子 要有一些課題議題發揮 所以他設定了很多跟人的指標在裡面 然後綜合判斷出他今天高不高興 你說澡類高不高興 別讓澡類不高興 類似像工作的環境 布滿了綠花的思維 工作在職場上面 大家認為這個環境高不高興 然後在一天之內 能夠感受到說 綠花的環境跟沒有綠花環境它的差別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在蒐集說 怎麼如何去量化這種比較感性面的數據下來 才能夠綜合判斷說 我們這個不一定只是為了降溫 為了省電 為了美觀 而是還有在人性上面那種感性的發揮 所以像這種指標 我們也是在盡量收集 那看看有沒有對應的感測器 去架設了之後 或許可以增加 這個人們不一定只是為了這個成本考量 而是他還有內心或者是這個情感的提升 這很棒啊 他可以抓寶可夢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一層overlay 你把這個硬體層軟體層 上面再疊一層社會層 那我只是 因為我們總統配黑客松 基本上去年五個題目 五個都是做這個 所以大家對這個很有感 好比像說 忽然間快到40度 那趕快有人提醒你要多喝點水 這是一招 那或者是說 我們這邊有個鳳茶站 你拿個手機 就不用買新的寶特瓶 然後就可以減速 那他告訴你說 有多少人在這邊打卡 就是道館的概念 或者說一個智慧電表 他告訴你說 你不是過你剛剛講好幾年 才開始省電省錢 而是說 我就identify說 那其實一定是你的電冰箱 或者冷氣機 或怎麼樣 你離封使用 或者是抽換 或變product as a service 那你明年或者說 下個月就開始省錢 那這個也是behavior change等等 那還有一個用AR去大家一起看 怎麼一起照顧書 一起重數 那這些當然都是Social CRM 那我現在只是說 我看著這個腦裡還沒有冒出來說 我要怎麼跟他互動 他有什麼訊息想要告訴我 對 現在說這樣的概念 我舉個例子 像蔡英文總統 他就用LINE 那他的支持者 在建立直接的關係 知道了 那他為什麼不用網站 為什麼沒有APP 可以集中日覽機 大家都用 對 對 那過去傳統CRM 比如CellScore Hospot 那其實並沒有辦法在集中日覽機 去建立直接的關係 知道 那能夠收集到的收集也比較少 但透過CRM 第一個 你能夠組合 能夠和顧客建立直接 任務中心的關係 對 然後可以有各式各樣的Connect 比如說 任務類型的 成長類型的 功能類型的 邀請還有類型的等等 對 那也就是說 或許我們接下來這個專案 如果有機會 但我們當然能夠發生到 從零件開始 那這個會是一個很好的切入 對 也就是說讓大家進入我們的門檻 會更低一些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做了很精準的分鐘 包含了潛在客 路過客 忠實的客戶 他在北中南在哪裡 那其實對於江澤來講 他就有一個很輕鬆很簡單的後台 可以去做到所有顧客關係的方法 對 你說路過是說我路過這棟building 特別說我路過基隆路 我看到上面有一個什麼 QR Code 好我掃一下 然後我就加他的Line或Telegram 朋友 加了之後他問我說我要不要怎樣 任養裡面2x2公分還是怎樣 對 那這邊的話你掃進來 我想像應該會有一些教學 或是一些 當然 對 對 但是 QR Action 他要做什麼 對 QR Action的話就是 在我們對我們來講 其實就是market automation OK 對 當他有什麼樣的行為 我們就會自動一步一步把他convert 對 把他convert到最終他是有機會 我把白燈再買他是有qualify的例子 對 我們才會convert他成為我們的顧客 對 這裡的顧客意思是他的building 要找你吃光 你說他可以馬上直接知道自動牆壁 要去找生長的狀況 對 或是這樣的 對 這很棒 這INFORM的部分 對 但是這是讓他感動了 好 那他感動之後 除非他剛好on一個牆壁 這個機率非常小 這個Ferno超窄的 對 但是 對 有人說你最後要幹嘛 是他所在的 因為這個不像LED燈泡 這個如果是LED燈泡的話 它有很多QR Action可以做 但這個的那個就是capital investment 蠻高的 而且他如果不是decision maker 他能夠講的也非常有限 對 所以我具體建議是說 還是要找一個 我不是自己有自己的一堵牆 其實一堵牆說不定比綠屋頂還要難 對 就是說 不是這麼小趴數的 而是稍微大一點點趴數 看他有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做 因為我也還沒有想到 我有想到我就會講了 但我覺得就是 要這個Ferno中間 還是要給他一點事做 那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我覺得他一次看完 那第二次他就會覺得是span 因為我不是一直很想要看 就是他節省了多少這個水貨店 這個有沒有機會跟三次的機組設置 因為你比如說外國人來 你有可能跟著這個東西去探尋藻類 因為台灣當初有五百多種藻類 對 那搞不好我整個地圖是 從寶可後面的藻類地圖 可以跟原本上合作什麼 對 沒問題 然後他在最開始 OK 怎麼藻類 有教育心思小朋友可以參與 然後他們更有利益 保護在綠色教育的學習上面 OK 那這種東西不再只是空檀 我們小時候都在學這些綠色 但是從他們用出來 是 那如果他可以從生活當中 接合同學的這個CRM 他更會整個綠色一起做 好了解 我覺得可以說 你也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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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家在餐廳 你可以說 你也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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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你覺得 有些人的環境 你會問問 你覺得 你會覺得 是比較好 比其他人的環境 你覺得有些人 這些是 你可以接觸 你也可以接觸 對於餐廳 你也可以接觸 看來 對於餐廳 你會接觸 看來 你會接觸 我們在餐廳 非常有趣 真的 對於餐廳 也會接觸 它可以接觸 食物 有機會 因為 他們在公開 因為 食物 是 社會 我可以接觸 可以看到的 在标准 必定三个文化 在标准的标准 在标准的标准 你可以在标准的标准 我会开始看到 那会是相当不同的 对于你能看得多了 看得更多了 对于你这次生活 也会想到 在沙尔是非常热的 但我感觉到 if the temperature is between 37 and 32 you'll definitely feel something there's some difference and people can start commenting and then with social CRM you need people to discuss more about this i think the end goal is also to create that public awareness getting people to start talking about this that's right exactly awareness yeah so that's where social CRM can partner and of course we also need the partnership in the pilot sites you listed which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there already like cafes or restaurants within that building that you could reach out i think it's an excellent idea you know 如果你找的那个示範墙 确实里面有卡片 因为警官墙 它确实是找来客人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来了就可以 不知道从窗外拿一点东西做菜 你知道乖乖的 时安无怀的 但是在无论如何 事实上它有一个journey 就是它可以走进去 有一个走进去的标的 因为它不太可能 除非是蜘蛛人 走到墙上 所以它进入这个building的时候 它还是要看到一个 它的twin 它的equivalent 那这样子它才有更进一步去拍照分享的东西 不然的话我远远的 拍一个墙分享 或者是telebrand 上面给我一张scorecard 那这个我分享一次 第二次我也不会分享 它不sticky 这样 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些行业的 这个business corner 它也是一个 我本身 因为我在韩国居住过 我也有在韩国 是 我有看过几间的这种的restaurant 我一走进去的时候很绿 让我感觉的difference 不一样 Besides the food is good 把我进去的时候 第一个让我感觉的不一样 然后你看到很多人 social media 在comment 这些restaurant的时候 它都是比较top-notch and拍的照片都很美 对啊 然后人家都会start commenting and I think 可以 and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what is a good point for这些business 他们会讲 这都给你collaborate It's good for theirbusiness as well 他们做到 so they'll see that green is cool like literally cooler and 因为有一个slub 是个挑战 原来越多companies Liu Gates 最近也在大大大的 quiz the climate change the white climate change so我觉得 可以以这个角度 我们进去的时候 怎么去寻找一个 everybody means 的那种方案 and then we try right 那绿佳佳是一个品牌 一个hashtag 还是你们已经有incorporate in some way 只是我们创业比赛的 团队比赛 对 还没有 那我的意思说 因为你们说 你们今年 然后就要开始 就是外展嘛 那所以 就接下来是要 开公司 开合作社 开社团法人基金会 像后续 就有相关的 比较机械类的 结构类的技术 对 专利申请 对 商标 那来对应 有的话 在做那个公司 现在都还是在自然人身上 在自然人身上 OK OK 至少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分头进行 分头合作 OK OK 就有点像一个 先是松散社群 同好社群 那种 那种感觉 这样子 OK 呃 我们这边是有这样子 一个叫做社会创新的平台 SI.taiwan 那呃 其实它非常的松散 你你只要有税集 就是有统辩 那就可以登录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也没有一定要开公司 上面有很多别的形态的 这个合作社社团法人 或者甚至呃 大传院校 其实有些都有来登录啊 把他们的USR啊 等等的这个专案来登录 那这样子至少有个好处 就是说 有人实际买一个这个东西 还不像说他500万 做一个案子 那我隔年就一定会颁奖给他 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供应链的奖注嘛 就是你如果进入某个供应链里面 到达500万 那我就recognize你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 因为之前社团法人协会 尤其是像USR 他除非开公司 不然很少会经济部帮他专门办一个奖品 给给他 那像之前那个麦当劳叔叔基金会 那个儿少基金会 他们就找设计师弄了一个很漂亮的轮椅 然后给喊病儿童 就是他看病的时候心情可以好一点 那这个因为是Taylor Made Design 所以也不是很不习成本 基本上 那就创造了一个供应链价值 或者主顾联盟他们绿主张嘛 他们共同购买 然后自己撕掉塑胶品的标签 然后回去 然后用塑胶粉碎机 然后重新做成吸发精的那个罐子 那解决那个 last mile circulation的问题 那同样的这也是简单简碳 然后也是虽然他是合作社 但是经济部还是recognize他 所以我觉得先不管用什么 对你最低成本的方式 去注册在社创平台 那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就比较容易去 好比像说像亚太社会创新合作讲 他特别讲的是国际上面的一些合作 好比像说菲律宾移工 在台湾赚钱用新加坡人做的一个app 然后像Uber Eats for Grocery那样子 买他们家的东西 然后让他的家人去提货 那这个东西叫Bee Man Go 那他就不会说他好不容易辛苦赚的钱 送回去拿去买酒或赌博或什么之类的 那这种跨国的案例只要有一两个 那我们这个外销转内销是特别有用的了 你在这边的就是不管教育单位 或者是政府单位就变得很好谈 因为你就是说这是一个国际的 就是recognized model of collaboration 一个协作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吧 对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这个还在非常早期 very early stage 所以我会建议说这个 就是这一页的场景再多brainstorm一下 不一定是你们自己想 也可以就去拿那个你们的那些概念图都很棒啊 实际去跟cafe and restaurant 因为他们要经营 而且他们会活到让你看到 一定是自己已经有一些branding的能力 design的能力 那social design其实重点不是for these people 是with these people 所以我觉得多多想一些场景 那说不定那个场景会反过来 引导你这边找到一些就是justify一开始的capital investment 不是完全在closed performance上 因为这个在一开始closed performance一定不可能的 对 其实这个有道理啊 因为刚好我们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在那里所自己的学生 他是统一集团的律师 对嘛 所以他们在选定一个新政变的过程当中 总是有一些主题 最近在板桥有像snoobie 还有bocamon 对对对对 那总之他们如果也接受这个绿色概念的话 对 或许也是可以让他在展店的过程 对 因为social value这边 就是不管是呃 成立基金会啊 或者是之前这个天和仙物啊 什么之类 全家这边做得很好 所以我想会造成一定程度的pressure 对对711这里 那如果他们可以在environmental value上面稍微翻回一层 就是有一些概念店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因为这样跟你谈的就不是csr 因为csr你这边要算得出他的sroi 就是cp值啦 那你们还没有承受到这个程度 而且说坦白csrbudget有限 虽然现在不是那么好 但budget还是有限 但是如果你谈的人是bus development 那他的budget是无限的 因为理论上是win-win的状态嘛 对而且你也不会跟就是non-profit去争取有限的csr资源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bd 但是bd就要一个好的场景 所以这两个是互相加强 这样 好看他有没有要补充或者是 有没有要 还是给我们的政府看一下 对啊有live demo 实际上我也朝着光 他主要是希望在里面能够让 是是是是 那个绿藻在里面 那我们的微布啦或是清洗 这些其实都 我帮你看 对对对 其实都已经有在做规划 好可爱喔 好可爱喔 他就是可以跟光的那个强度去 但我们现在室内光有点强 所以他比如说这边的话就可以转上去 那这都是用很简单的 那如果这个未来可以装在上面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去追光 那现在因为线的一些问题 这些都可以改成无线的 对 那比如说他养护的一些 现在的空气的湿度温度啊 早在生长的状况 可以传到我们的手机上面 让我们去做监控 那我们觉得未来这种 原本传统的水泥的这种里面 搞不好可以全部换成 这样子绿色的 又可以发电生殖能 给真的大楼做重新使用 大概是我们建筑物的循环系统 绿建筑的一种新的思维 过去我们都比较被动 我们用藻类成为主动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走MBIoT Laura 邻居 还是 就是说你说类传到手机上 不可能是 就是用WiFi吧 那这个技术 就是我们可能要跟AIOG的同样 对可能要讨论一下 是 因为像我们刚刚丽静有提到说 这个藻类的维护 这是还蛮重要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玻璃 台坡的那个邱董说到的问题 在于说 这个它如果光滑的平面 能够促成它在清洗维护 甚至整个抽零 很旧油的藻类 会比较理想 当然啦 对 那我们现在学校材料系 有个副校长 那个之前副校长朱锦 朱老师 他就把金属镀膜 让它变成那个针 吃下去我们 皮肤里面 比较人家这个感觉 痛感比较湿 所以我们想可以朝这个方向 努力看看 不错啊 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但是刚好要先遮掉它们的感光 才能够让它有所判断 大概是这样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今天你们的时间 谢谢 我们有没有机会一起 就要